我重生时 年薪三百万的爸爸给我买了一件五十块的汉服 妈妈正因为舍不得而大发雷霆 汉服买那么合身 穿不了几次就小了 也太不会过日子了吧 立刻给我去退掉 然后妈妈换了副笑脸 朝爸爸撒娇 退完之后 我可以拥有一杯星巴克吗 我冷笑一声 把他一柜子的香袋包包狠狠摔在地上 用啥用 要退 先把你这堆香袋给退了吧 一 上辈子 因为太喜欢这件汉服 所以在妈妈要求退货时 我第一次开口求了妈妈 妈妈是怎么说的呢 炎炎 妈妈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已经十几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了 如果不是妈妈从各个方面节省的话 我们家根本买不起房子 你和你爸都要睡大街了 所以 你要体谅妈妈的一片苦心 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上小学的我 虽然心里很难过 但为了不露宿街头 还是乖乖把汉服退了 退货的路上 爸爸问了我一件事 炎炎 如果我和你妈妈分开 你愿意跟着爸爸还是妈妈 我立马哭得撕心裂肺 我不要你们分开 因为妈妈早就给我预演过了 我陪你爸从无到有 付出了我所有的一切 如果有一天你爸要离婚 那他就是臭名昭著的负心汉 身边的人都会骂死他 一旦有了后妈 就会有后爹 以后你一天好日子都没得过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爸说要和妈妈离婚 你就要拼个命 让你爸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离婚了 妈妈反正是无所谓的 生活质量不知道上升多少 可是 你就成了没人要的小孩了 见我哭得如此凄惨 爸爸只能苦笑一声 再也没提过离婚的事 很多年后 我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和妈妈毁天灭地般吵了很多次 妈妈终于发现控制不住我了 可那时爸爸已经抑郁离世 而妈妈拿着家里所有的财产回了老家 他对娘家的子侄们放出话 谁要给他养老 他所有的资产就归谁 因为妈妈手握将近2800万的存款 所以他的晚年 是在重心捧月中度过的 而我后半生都在不甘和自我疗愈中 来回切换 在睁眼时 妈妈又在逼我退汗服 二顾明轩 你赶紧带着炎炎去退货 快点去退货啊 让你们退个货 怎么就那么难呢 还能不能沟通了 我出神的这段时间 妈妈大概认为我是在反抗 所以她现在说话时 眉头已经皱成了穿字形 我吃笑一声 为什么要退 从小到大 我的衣服大多数是从闲鱼上买的 每次同学的目光 扫过我这些破烂又不合身的衣服时 我都很自卑 如果你们没钱也就算了 可你们明明很有钱 我在家门口的中介都看到了 我们住的这套房子至少值三千万 我同桌的爸爸每个月赚五千块 换季都给我同桌买很多新衣服 我爸还是个副总 一件五十块的汉服凭什么退 因为上辈子 我从小被妈妈拖 在我觉醒前 基本没敢反抗过她 所以我妈听到我的话后 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 整个人如遭雷击 可她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妈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双手抱胸 你爸爸是赚不少 可那又怎么样呢 房子和车子 那可是靠妈妈节省才买下来的 妈妈从小就教育你 做人要节省 该花的钱一分不省 不该花的钱一分不掏 我差点没忍住校出生 所以你要喝一杯三十八块钱的新冰乐 就是该花的 我要买一条五十块的裙子 就是不该花的 妈妈面不改色地点点头 是啊 不喝咖啡我会偏头疼 咖啡是用来治我偏头疼的 而你这个季节的衣服已经有两件了 换洗根本没问题 所以我理解 为什么要买呢 然后她加重了语气 双手一摊 我是真的不能理解啊 也许是我爸的脸上越来越阴沉 妈妈稍微收敛了一点 其实你穿这身汉服真的蛮丑的 如果你现在乖乖听话 把这件汉服退掉 明天妈妈就带你去商场实体店买 我心中冷笑一声 我妈之所以一定要退掉这件汉服 是为了彰显她在这个家的权威 她要让我记住 哪怕钱不是她赚的 但我吃的用的只有她有权利买给我 我直接点破 妈妈 你一定要退这件衣服 该不会因为爸爸给我买的时候 没跟你申请经费 因为她私自做了决定 所以你很不爽 才要退 三 一直以来 我们家就有一个很奇葩的现象 就是家里花任何一笔钱 都需要经过我妈的同意 一开始爸爸也闹过 反抗过 可因为爸爸在结婚前 爷爷奶奶就因故去世 在这个世界上 他就剩我和妈妈两个亲人了 所以在一次次争吵冷战中 爸爸为了我 为了家庭一步步选择妥协 到最后 就变成一个一年挣三百万的副总 连花五十块钱的权利都没有的极端线 像 上辈子爸爸在退货时 能问我离婚的问题 应该也是忍到极限了 可由于我的激烈反应 爸爸最后还是放弃了 所以这辈子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我爸下定离婚的决心 四 爸爸探究的看向妈妈 似乎等着他的回答 妈妈灵真起手 就开始委屈暴哭 天哪 顾炎炎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 我一个全职家庭主妇 为了这个家认劳认怨 为了你们妇女掏心掏肺 最后就换来你这么冤枉我 我真是太委屈了 这些屁话 上辈子我耳朵已经快听出老简了 例如 我为你牺牲了那么多 这点小事你都不愿意尊重我 我是因为爱你 我才这样的 要是不爱你 我又管你是谁呢 乖乖 这些都给你吃 妈妈不吃 可等我真吃完了 他就会说 天哪 你真的一点都不给妈妈留吗 我这个妈妈真的做太失败了 如果我稍有反抗 前一秒还在大声骂我 下一秒就摊在床上 虚弱的给他的娘家人打电话 说我欺负他 所以他现在和我说这些 简直是毛毛雨 妈妈哭了一会儿 见我和爸爸都没理他 他又自己开始擦眼泪 然后指尖随处一丢 因为这条裙子 我已经委屈成这样了 难道你们看不到我的情绪吗 我最后问你们一遍 请你们父女想清楚后果再回答我 这条裙子到底能不能退 我神色平静 从容转身去了我妈的卧室 然后我把他一柜子的香腊包包给拎了出来 用尽全身的力气给摔在底上 退啥退 要退 先把你这堆香腊给退了吧 我妈瞳孔瞬间放大 一副听听你在说什么的模样 好 你不退是吧 而我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 直接从桌上拿起一把水果刀 往最贵的几个包上 狠狠划了几刀 不退你也别想要 我妈的假面终于被撕碎 她开始放声尖叫 你知道这些包包多少钱吗 我眨了眨眼 故作无辜 虽然我认识他们是香腊 应该非常贵 可妈妈你这么节省 连五十块一件汉服都不舍得给女儿买 不用说 这些肯定是假货 妈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指着我 你你你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他想说这些包可是值三四十万呢 可他一旦说了 他知道我和我爸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质疑 为什么你天天喊节省 却有一柜子的名牌包 要知道一个香腊CF 可以买一千六百件汉服 敢请你光让别人节省 自己光光就是花 像我妈这种MPD家表演型人格 最怕血包忽然醒悟 所以他硬是憋了一口气 拿上包出门找修复了 爸爸常常舒了一口气 过了好一会儿 他的身体才渐渐放松下来 缓了一会儿 爸爸终于问出了上辈子的那个问题 炎炎 如果我和你妈妈分开 你愿意跟着爸爸还是妈妈 我咧开嘴 正要回答 忽然 我想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久后 我妈就要带着我去参加一档综艺节目了 5 妈妈有一位发小 叫郭书瑶 因为她长得很漂亮 在大学时 就被心探挖去拍了广告 从而进了娱乐圈 后来音系结缘 和剧组的一位摄影师结了婚 而我妈大专毕业没多久 就在公司里遇到了我爸 在我妈疯狂展开追求半年后 我爸心动了 后来我妈生了我 我爸生了副总 她开始到处和人抱怨 自己每天过得多少辛苦 受了多少委屈 因为我妈对外一直在扮演的是一个想出去工作 但是被家里一地鸡毛困住的女性形象 会让很多女生共情 舒瑶阿姨也是其中一个 她不仅一直很真诚 耐心地开导我妈 甚至还给我妈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经过这些年的打拼 舒瑶阿姨的老公已经自己组建了团队 开始独立做综艺 而最近她策划了一档直播综艺 叫亲爱的游学 他们会找四对妈妈带孩子的组合 在暑假的时候去各地游学 从而探讨当下亲子关系 两对艺人 两对素人 两位艺人早就确定好人选 舒瑶阿姨带儿子 还有一位一线事后代女儿 舒瑶阿姨求了她老公很久 才终于给我妈争取到了一个素人的名额 结果我妈在直播里暗示我爸忘恩负义 要和他这个同甘共苦的糟糠之妻离婚 导致我爸被网爆 差点连工作都丢了 更过分的是 我妈居然还各种被刺舒瑶阿姨 她故意在镜头前 不经意间 道出了舒瑶阿姨在上学时的很多挂 霸凌 私生活混乱 偷钱 如此负面的形象 不仅导致舒瑶阿姨代言的所有品牌全部解约 还面临巨额违约金赔偿 而且她的粉丝几乎全体脱粉 甚至连她老公也被全网抵制 最后舒瑶阿姨一家只能移民国外 一切从零开始 虽然上辈子 我和舒瑶阿姨相处的时间也不久 但我能看出来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我为数不多的己见 新衣服和几个正版玩具 就是她买来送我的 所以这辈子除了给我爸证明 我还要保护好舒瑶阿姨 然后狠狠撕下妈妈脸上那张虚伪的笑脸 六 爸爸还在耐心等我的回复 我正色道 爸爸 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吗 爸爸点点头 声音里带着愧疚 这么多年 爸爸为了拥有一个家 一直在不停忍让 转头发现 为了这个所谓的家 我连自己的女儿都没有保护好 炎炎 是爸爸对不起你 我摇摇头 正要说话 咔哒一声 家里的大门被打开了 紧接着就传来妈妈兴奋到极致的声音 全然不像她刚刚出门 快要气死的模样 舒瑶刚刚给我打电话 邀请我和炎炎去参加亲子综艺了 天哪 我该不会要火了吧 气 妈妈很快把舒瑶阿姨 给她打电话的内容复述了一遍 爸爸听完后 第一反应和前世一样 就是问我想去吗 前世的时候 我其实是不想去的 因为在长时间面对妈妈这种所谓的节省 我内心是非常自卑的 可我拒绝后 妈妈表面说尊重我的选择 但从那晚开始 她就待在客厅里 整夜整夜的不睡觉 哀声叹气 要死不活 临到最后的答复期限 见我还没有要去的意思时 我妈情绪真的失控了 她边哭边咆哮 为了照顾你 照顾你爸 我辞掉了我原本不错的工作 我能力其实很强的 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工作的机会 你还要拖累我 你是不是要我给你跪下 你才能去 说着她竟然真的要朝我缓缓跪下 这种七八下跪的场景 对当时年幼的我冲击力非常大 害怕程度简直不可想象 所以我极其恐慌的答应了节目录制 这辈子 我决定还是先将她气个半死 然后再答应她去节目 不过为了降低妈妈对我的防备 我又恢复成之前窝窝囊囊的样子 就在给舒瑶阿姨答复的最后一天 妈妈再次上演了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才答应了去录节目 而这一切都被我藏在角落的手机给拍了下来 八 敲定录制节目的第二天 舒瑶阿姨就来江城找我妈签合同 也顺便教教我妈获得观众好感的技巧 上辈子 他们这次见面我并没有去 但就是从这次见面后 我妈好像就恨上了舒瑶阿姨 所以这次我跟着妈妈一起来见舒瑶阿姨 想看看他们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看到我 舒瑶阿姨的眼睛就亮了亮 然后立马递给我几个纸袋 炎炎 阿姨给你买了几条裙子 上节目的时候可以穿 我视线轻轻扫过纸袋 发现这几个牌子的铜装都挺贵的 可上辈子妈妈并没有把这几条裙子给我 因为我上节目的衣服 都是她在网上买的大牌 我诚心谢过舒瑶阿姨 就安静地坐在他们旁边 听他们聊天 签合同时一切正常 签完合同 妈妈开始和舒瑶阿姨打探消息 她问的最多的是 舒瑶阿姨老公拍这档综艺的收入 在妈妈的一再追问下 舒瑶阿姨吐露了事情 得知一旦这档节目火了 舒瑶阿姨老公不仅有高额奖金 还有广告分成后 妈妈的眼角不自觉地抽了抽 舒瑶你现在真是苦尽甘来了 当初你家老张疫情期间都接不到工作 全都是靠你养家的 舒瑶阿姨晚而离笑 夫妻间本就要相互扶持的 也许是舒瑶阿姨幸福的笑容太过耀眼 妈妈的视线不自然地挪开了 刚好落在舒瑶阿姨旁边座位的包上 那是一只爱马仕的薄金包 我妈的脸色更难看了 郭舒瑶 你可以呀 都背上薄金包了 舒瑶阿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前两天我过生日 老张送的 我妈硬扯出笑容 哟 你家老张还懂配货呢 她哪懂这些 就是她之前有个合作过的男演员 是爱马仕的全球Vick 她找人家帮忙做了攻略 具体配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反正她买给我 我开心背着就行了 其实舒瑶阿姨情商很高 很少在我妈面前提起自己的幸福生活 可我妈有时候自己忍不住追着问 舒瑶阿姨也是点到为止 可能见我妈神情不对 舒瑶阿姨话题一转 开始分享上综艺节目之后的一些雷点 和一些容易吸粉的点 娇娇 你可要在节目里好好表现 这样节目播出后 你就可以自己开个账号做做网店 也能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妈妈皮笑肉不笑地答应了 一出门 妈妈就要把舒瑶阿姨送我的衣服丢掉 直到我说会在综艺里乖乖听妈妈的话 妈妈这才做罢 就 一个月后 亲爱的游学正式开始直播 这档综艺有个很大的看点 就是整个节目组 除了一台摄像机 可以进行实时直播 所有工作人员和嘉宾全部不能带手机 为了防止有嘉宾和工作人员偷带手机 节目组还花重金装了屏蔽信号的装置 也就是说 节目直播时 观众们是可以实时观看和评论的 但节目 组的工作人员和嘉宾是完全看不到的 一直要等20天的行程结束 他们才能通网 看到网上的评价 这也是为什么我妈在爆料后 舒瑶阿姨没能及时澄清的原因 等节目结束后 舆论风暴已经掀起 根本没人在乎真相 10 我们第一站去了西双版纳穿越雨林 第一天见面时 四祖家庭都比较客气拘谨 晚了两天 大家渐渐熟人起来 白天行程结束后 我们回到四祖家庭一起居住的民宿里 晚上还有最后一项任务 就是让四个上小学的孩子 用节目组提供的食材 给妈妈们做一顿晚饭吃 四个小孩 两个女生 两个男生 基本都是三四年级的样子 虽然手忙脚乱 但大家齐心协力 也总算把一顿简单的晚餐给做出来了 而我妈刚吃第一口 眼泪就毫无征兆地流下来了 摄像机赶紧给了个特写 原本欢声笑语的餐桌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面面相去 舒瑶阿姨赶紧给她递了张纸巾 我妈擦了擦眼泪 忽然又笑了起来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泪点太低了 第一次吃到女儿给我做的饭 我真的还蛮感动的 妈妈的话题抛出后 大家礼节性地应付了几句 见大家反应平平 妈妈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饭也不吃了 你们知道吗 我们家所有的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第一次享受到别人做饭给我吃 真的好开心 妈妈说的眉飞色舞 可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开心 她还是摇头晃脑说的 这下 她夸张的语气和反应 得到了所有人的目光 其中另一位名叫张素的素人妈妈 先开了口 娇娇 你老公都不分担家里的家务吗 妈妈摆摆手 是我不让她干了 我希望我老公的手是用来签合同的 而不是用来拖地的 张素尴尬地笑了笑 没再接话 事后刘青把嘴里的食物咽了下去 才开口道 娇娇 我感觉你很爱你的先生 这个话题也算到了妈妈的舒适去了 她开始滔滔不绝 爸爸结婚前是多么穷 她陪爸爸从一无所有开始奋斗 为了买房 她十年不买一件新衣服 全职妈妈十多年 已经完全失去自我 在她的人生里 爸爸的占比和我的占比加起来有99% 剩下1%是她自己 现在她因为压力太大 身材走样 我爸已经开始有点嫌弃她了 说着说着 我妈又哽咽了 舒瑶阿姨又递给她一张纸巾 她擦完就随手往地上一丢 其实这里我妈说的这些 都还只是给观众打预防针 一会儿节目组安排的单独采访 我妈才会把我爸往死里坑 因为我们这次临出发前 我爸找我妈认真聊了一次 希望我妈能趁这次旅游的机会 认真思考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还能继续下去 如果想继续 希望双方都可以做出改变 就是这么真诚的几句话 被我妈解读成了 我爸这是在威胁她 要和她离婚 上辈子 她在单独采访里是这么说的 刚刚我女儿在场 为了保护她 我不敢说实话 其实我老公这段时间 一直借口工作很忙 很晚才回家 这次我出来工作 她和我提了离婚 也许等节目播完 等着我的就是一纸离婚诉讼 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 这俨然是负心汉飞黄腾达后 淘气糟糠之妻的假设 当晚我爸的信息就被扒了出来 好多人发信息骂他忘恩负义 甚至还有不少人 去我爸公司的官方下面留言 让公司开除我吧 那段时间我爸被网报的差点抑郁 十一 和上辈子的诡计一样 吃完饭后 导演组就开始单人采访 半个小时后 妈妈累痕斑驳的走出了采访间 妈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 我朝她笑了笑 然后走了进去 主持人先是问了几个常规的问题 我都结结巴巴的说了 直到她问了一句 平时在家 谁陪伴你比较多呢 我把脸憋得通红 故意装作羞愧般低下头 然后小声说了一句 是妈妈 主持人一看我的样子 就知道不对劲 连忙追问 严严 没关系 你不用那么紧张 你只要把你心里想说的说出来就行 真的可以随意说吗 当然是真的 可有些问题 妈妈在家和我排练过 她说如果不按她说的回答 说摇阿姨的老公 就会让我们赔很多钱 我的话让经验丰富的主持人 都有些诧异 你妈妈还带你在家里排练了 都排练了什么呀 我点点头 对呀 总结下来就是 好的东西都要说妈妈 不好的说爸爸就行 主持人楼声说道 严严 你相信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接下来阿姨问你的问题 你能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吗 我犹豫了下 还是点点头 主持人 今天让你们几个孩子做这份饭 其实是为了让你们多体会下妈妈们的辛苦 可能妈妈工作了一天 回来还要给你们做饭 挺不容易的 我点头回应 我妈妈是 全职妈妈 确实非常辛苦 虽然她不用工作 而且家里有保姆做饭打扫 但她就是辛苦 她经常熬夜到三四点 第二天就算没精神 也会照顾我 主持人 你妈妈刚刚说她已经十几年没买过衣服了 那她给你买吗 我摇摇头 其实我妈也不是真的十几年没买衣服 是没买到她心爱的品牌 叫什么香奶奶的 包 倒是买了十几个吧 不过 我妈确实很节省的 主持人显然来了兴趣 具体表现在哪方面呢 上个月 我爸给我买了一件五十块钱的汉服 我妈看我穿着太和身 就给退了 和身不是挺好的吗 我妈喜欢给我买大衣嘛 这样就能多穿一年 主持人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我听说你爸爸是企业的高管 家里条件应该相当不错 你妈妈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努力思索了一会儿 回答道 可能因为她环保吧 我很多衣服都是从闲鱼上买的 不然就是别人送的 那你爸爸怎么不给你买 我不安的笑了笑 我们家的钱都在我妈妈手上 买任何东西都需要妈妈同意的 主持人的嘴角微微张开 定格在一个半圆形 仿佛连声音都被这拖如其来的惊讶 扼住了喉咙 其实我有时候我也觉得我妈有些奇怪 我买脸疑惑的发问 我回眸看向主持人 阿姨 那爱什么事需要多少钱 我看看能不能用压岁钱给妈妈买一个 不然她每次生日的时候 都会哭得很伤心 不过这些都不能怪我妈 都怪我爸不爱我妈 主持人反问 你为什么会说你爸不爱你妈妈呢 我妈说了 哪怕钱都在她手里 我爸只要真心爱她 肯定会有办法送她想要的东西 我爸不送 就是她没有心 就在主持人面部管理快要失控时 采访结束了 回到房间时 妈妈正得意洋洋的摆弄着她的眼镜 她一定以为 现在外面的舆论已经开始审判我爸 12 第二站 我们去的是甘肃 感受思路文化艺术 我们去看了张叶七彩丹霞 去了加古观观城 在沙漠里骑了骆驼 最后一站是敦煌画院 沉浸是体验泥皮画的制作 所以今天最后一项任务 就是孩子们用泥皮做画纸 然后画一张自己心目中的妈妈 上辈子 我为了讨她欢心 故意把妈妈画得非常好看 因为我从小就学画画 加上我对美术也算有天赋 这就导致我画的妈妈比事后女儿画的时候还好看 结果她却大笑着问我 我的天哪 你干嘛把妈妈画成这样啊 妈妈哪有这么好看啊 那时候我还特虚假的说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妈妈 当时她脸都快笑烂了 所以这辈子 我决定给妈妈来个真正的写实画 13 画是一张张被揭开的 前面三张画像都画得不错 我是最后一个 妈妈意识到此时摄像头正对着她 脸上立马带着温柔的笑意 准备迎接我的画 画布被慢慢拉开 当她的目光落在我的画上时 笑容瞬间凝固 摄像头立马给我的画切了个静静 那是一幅非常写实的画作 妈妈穿着睡衣 摊睡在沙发上玩手机 几天没洗的头发油的发亮 素颜的眼睛比化妆时小了很多 鼻子有些塌 双下巴若隐若现 几个小朋友看到我妈的画像 没控制住大笑起来 妈妈的眼眶瞬间湿润了 眼泪不受控制的滑落 下一秒 她又故作坚强的开始大笑 没事 没事 原来我在孩子心里 就是这么邋遢的样子 舒阳阿姨轻拍下妈妈的背 孩子还小 我妈的眼中闪过一丝怨恨 然后很快就隐藏了下去 她是我最最最宝贝的女儿 我怎么会怪她呢 我就是太感动了 我宝贝的话是世界上最美的话 晚上采访时 妈妈又在采访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超委屈的 到我时 主持人似乎还没从无语中缓过来 我妈妈刚刚是不是哭得很伤心 这次是我先提问的 主持人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反而接受反问我 言言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妈有很严重的容貌焦虑 不过这个也是我爸爸害的 不怪妈妈 你爸爸经常嫌弃你妈妈的容貌吗 我摇摇头 那倒没有 我妈说了 她发胖是爸爸给她压力太大 所以她食欲变得旺盛 经常半夜吃外卖 就是为了释放压力 我难过得低下头 我看网上说 半夜吃外卖对肠胃不好 而且妈妈每次吃完外卖后 又会开启新一轮的焦虑 所以我故意把妈妈不好看的样子画下来 希望妈妈可以调整作息 多去锻炼 主持人接着问道 之前在家你提醒过她吗 当然提醒过了 可是妈妈却觉得我在嫌弃她 将近一个星期没理我呢 爸爸有时候让她去健身房锻炼下 妈妈就说 自己非常非常累 根本没经历健身 要不是这次节目组给了我勇气 我还是不敢和妈妈说 我双手不安的抹扎着 唉 可是妈妈好像很生气 刚刚我进来时遇到了妈妈 她看都没看我一眼 就走了 主持人安慰了我好一会儿 我才离开了采访间 回到房间时 妈妈正躺在床上看电视 见我回来 你都不理我一下 不过我也无所谓 洗漱完就睡觉了 14 节目的最后一站 定在了贵州 也是妈妈和淑瑶阿姨的家乡 我们去看了黄果树瀑布 去爬了范青山 最后一天 导演组带去我们一所希望小学 做了一些互助活动 到这里 这场游学旅行基本上就要结束了 晚上回到民宿 四个家庭互相告别一下 就能关掉直播了 可就在大家准备回民宿的时候 妈妈死活要去一趟 她和淑瑶阿姨曾经上初中 节目组本来是想拒绝的 我妈求了淑瑶阿姨 淑瑶阿姨又求了她老公 最后节目组决定 让其他两组家庭先回去休息 摄像机跟着淑瑶阿姨和我妈回趟他们学校 继续进行直播 我在心里冷笑一声 终于要来了 15 因为现在在放暑假 家田中学里并没有学生在上课 节目组联系了当地教育局 教育局又联系了家田中学的校长 前后折腾了两个小时 才终于进入学校里 一路上 我妈一直在和淑瑶阿姨回忆他们中学时发生的事情 顺着话查 他们也慢慢走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 而就在这时 我妈一拍大腿 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淑瑶 我记得我毕业那会儿 在这片树林最高的树下买了一本日记本 我去找找看 还在不在 虽然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写了些什么 不过肯定很好玩 妈妈先去找两棵比较高的树 挖了一会儿 发现没有厚 故意说道 哎 这么多年过去了 果然不见了 淑瑶 我再挖最后一棵 如果还是没有 我们就回去吧 说着 妈妈也不等淑瑶阿姨回答 自顾自的开始挖最后一棵 这一次 她真的挖到了一个铁盒 十六 陈锋十几年的记忆 还是蛮有话题度的 所以工作人员跟妈妈 愿不愿意在镜头前打开铁盒 展示下自己的日记本 妈妈隐晦的看了眼淑瑶阿姨 然后摆摆手 算了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节目组也没有勉强 带着我们一群人回到民宿 晚上 告别宴上 妈妈故意喝很多酒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我知道她在故意装醉 就是为了给自己后面 陷害舒瑶阿姨的事情做铺垫呢 凌晨两点 妈妈嘻嘻嗦嗦的从床上爬了起来 拿着日记本 去了民宿的院子里 她之所以会去院子 是因为那台直播的摄像机 在大家都睡觉后 晚上会在院子里对着夜空拍摄 陪伴大家入眠 我轻手轻脚的跟在妈妈后面 妈妈先在院子里不停躲步 表现出十分纠结和犹豫的样子 最后她长叹一口气 坐到了摄像机面前 然后翻开了每本陈旧的日记本 轻声读了起来 十七 2001年10月2日 星期二 天气晴 虽然今天天气很好 但我的心情非常差 因为郭书瑶去找了我的好朋友白威 警告他不准再和我玩了 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朋友了 2001年10月3日 星期三 天气晴 郭书瑶今天带了一群人过来警告我 让我失去一点 郭书瑶今天打我很多次 把我手臂都打红了 郭书瑶今天偷了家里的钱 郭书瑶今天和一个男生翻墙出去了 他威胁我保密 然后一夜都没有回来 上辈子 大家之所以不相信书瑶阿姨的解释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本日记本 首先 这本日记本是在节目直播时 所有观众亲眼看着 从他们学校里挖出来的 其次 日记本被挖出来的时候 放在一个铁盒里 铁盒和日记本都非常斑驳 陈旧 所以很多观众对日记本上记录的内容深信不疑 加上上辈子贵州站并不是最后一站 舆论发酵了好几天 书瑶阿姨才拿到手机 那时候他说什么都已经没用了 18 妈妈在镜头前默默哭泣 可他垂眸那一刻 眼中却有着藏不住的开心 他大概以为 现在看直播的观众已经开始网爆书瑶阿姨了 我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无声的冷笑 然后装作刚睡醒的模样 走到了妈妈旁边 我揉了揉眼睛 妈妈 你在这里干什么 妈妈擦了擦眼泪 故作坚强道 没事 宝贝 你先回去睡觉 妈妈吹火风就回去了 我点了点头 然后看到妈妈手上拿着的日记本 妈妈 你是在写日记吗 咦 这不是你说要给外公的日记本吗 怎么带到这里来了 妈妈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仿佛突然间被抽离了所有的血色 他下意识看了眼镜头 然后立声说道 你胡说什么 赶紧去睡觉 我故意表现得很委屈 我没胡说啊 那天老师在班级群布置了作业 我拿你手机的时候 正好看到你的淘宝记录了 好像是工业什么做就笔记本 妈妈的嘴唇轻轻如动 拼命想着抵赖的话 那是你看错了 我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深深的困惑 妈妈 你是不是失忆了 前段时间你回贵州看外公爱婆 这日记本忘带了 非要爸爸给你送到机场 你说这东西是外公要的 他喜欢 老无见 关于日记本的真相 观众应该已经能从我的话里 推断出大概了 其实是妈妈从网上买了做旧的日记本 悄悄回了家田中学 提前把本子埋进了学校的树林里 妈妈被我气得满脸通红 随后他尖叫一声 你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 他站起身 言言 你肯定是做梦梦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把梦境当成现实了 我们还是回去睡觉吧 说完 他扯着我的睡衣就要拉我走 我扯起嗓子 开始大哭 别墅里几个妈妈都被我的哭声给吵醒了 纷纷走到院子里 看是什么情况 妈妈看见书瑶阿姨时 神情不自然的把日记本藏到了身后 我哭着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书瑶阿姨的眼神 从最初的难以置信 到看到日记本后 渐渐凝聚成一片冰冷的决绝 他是真的把妈妈当作挚友 才会如此愤怒和失望 李娇 你怎么能这样 书瑶阿姨的声音颤抖着 我不让你和白威丸 是因为当时你被班上的人孤立 都是她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还有 我为什么偷钱 你不知道吗 我父母逼我初中就嫁人 我偷钱只是为了能上学 书瑶阿姨的声音 充满了难以遏制的愤慨 你说我打你 啊 是 我打了你 但你还记得我为什么打你吗 妈妈眼中充满了惶恐 书瑶别说了 求你了 现在知道怕了 你在镜头前边瞎话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怕呢 我那时候打你 是因为你和一个渣男谈恋爱 屡次被骗都不长记性 甚至要退学和他在一起 我是和男同学翻墙出去 一夜未归 那你知道我是干嘛去了吗 书瑶阿姨眼中落下两行青泪 声音里带着一丝绝绝的哀伤 因为那个渣男在外面到处说你倒贴 见得慌 我就去找我表哥 狠狠揍了他一顿 我妈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 有愧疚 但不多 最后 在这场闹剧中 节目真正走向了尾声 19 第二天 我们飞回了南城电视台 因为所有人的手机都封存在那里 而爸爸早就候在电视台外 一见到我 爸爸什么都没说 直接将我带走 看都没看妈妈一眼 回江城的路上 妈妈打了无数个电话给爸爸 爸爸直接把他的电话拉黑了 紧接着 爸爸就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离婚 这段时间里 爸爸已经请好了律师 将妈妈手上所有财产进行了冻结 三个月后 法院第二次开庭 出庭时 妈妈明显苍老了很多 她的眼中透露的全是深深的疲惫和无力感 她试图用这段时间被人疯狂网暴的惨状 来换取我们的同情 可我和爸爸一个都没被打动 因为他这种演技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 20 离婚后 妈妈分到了1500万 退货的路上 爸爸问了我一件事 经听说他一个侄子开了一家公司 邀请妈妈去当副总 一年后 爸爸告诉我 妈妈的侄子 那个所谓的公司 是玩国外的虚拟货币的 最近他们把钱都投在猫猫壁上 全亏完了 妈妈一无所有了 后来 妈妈只能在他家门口的水果店 打起了零工 听说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 妈妈曾经说过 没有了我们家的一地鸡毛 一堆琐事 没钱他也会很开心 那现在他应该很开心吧 不过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这辈子 我会好好过玩自己的一生 人间烟火 各有遗憾 今天比昨天好就好 全文完